粉筋 你眼中的疯狂 不过是我本性的释放 感谢有形有姿态的 要活出动静的 极力地豪GS独家赞助 播出腾讯视频 大牌家道 你眼中的疯狂 若是我本性的释放 我们是要活出动静的 大牌宝宝宝 我要问一下宝宝们 你们最想要看到的大牌是谁 宋小宝 宋小 宋单单吧 我想说我喜欢宋单单 你喜欢那么成熟的 二次元的代表 真的要这样吗 其实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夸张 有点害羞 今天来的这位 是你的偶像 我的偶像 而且你知道吗 他很会唱歌之外 又会耍宝 而且现在呢 是那个网红跟段子手 在娱乐圈能够找到 歌唱得好又能耍宝的 马上欢迎他出场 让我们掌声欢迎 那个那个谁来啦 谁来啦 哈利路亚 谁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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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他真的好不给面子啊 一出场就急我 真的要命了 哎会不会推门啊 真的是 欢迎薛志勤 啊 还怕你掉下来 我太开心了 各位好 各位宝宝好 各位宝宝好 但是你的粉丝 他的名字叫做 Mia 特别可爱的 蜜亚 蜜亚 蜜亚你最喜欢那个薛之谦什么 就为什么最喜欢她 我就是说不上 到底喜欢她哪点 但是都挺喜欢的 爱不一定要有什么理由 就是爱就对了 哎呀好感人哦雅姐 是吗 你有被蜜亚感动到吗 感动到想结婚 你确定要再来一次吗 好了蜜亚 听说今天见到偶像 你有礼物要送给她对不对 嗯就带来一套那个宅舞 对宅舞是什么 就是一种二次元的舞蹈 哦好好好 有请 哎呦哎呦来吧来吧好干哦 哈哈哈 这样的人来跳舞的好干 啊送给我的 对啊对啊 你准备的哦哦 整个送给我是吧啊 哎呦哎呦 是啊 这么多真的他跳这个 我们真的很难反应 eine 对啊 我们到底是要觉得 你要什么样的情绪来欣赏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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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rd 我们其妙中还是有种美感的 特别好 好了 今天请到薛之谦 我自己也很开心 因为我觉得看到他最近的表现呢 就觉得哇 就是你知道这中间隔了十年 但是十年当中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感觉你现在真的是 那个气场还有那个内在的爆发力不一样 想不想好好认识一下薛之谦 谢谢大家 来 接下来我们好好聊聊 好嘞 没问题 来来来 你们知道那个薛之谦是怎么出道的吗 当然知道 知道 好像是一边接电话一边出道的吧 他是选秀吗 我行我秀是吗 特别早了 那个时候是差不多十一二年前 差不多了 十一年有了 这一般我们会以为说 哇塞 选秀节目这样火了 尤其那个时候选秀节目还没有很多嘛 然后就觉得 我们是第一批选秀节目的 对 就会觉得哇 你那火了之后就是你的天下了 可是你突然不见了 就是其实不是不见 就是两个字就是过气 我从开始牵手 我从三千多个人 慢慢慢慢牵到最后只剩下一百五十个人 最惨的一次大概只有七十个人 那七十个人为了维持 看上去我还能牵很久的样子 他们就来回牵 七十个人排着队轮流给我牵 就让我觉得感觉很心酸 对 换另外一个角度讲 我觉得对一个男人来说 就是成功来得太早 但是你第一次摔的一个大跤也挺早的对不对 而且一摔摔了七年多 七年多 其实我是今年才相对来说好一点的 阿雅姐之前那个时候不要说工作了 就是就是就没有活干的 也没有商业 什么都没有 连生活都有问题 那时候心里面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很无奈 但是你使劲你使不出 因为说实话那时候我的公司并不器重我 其实当年我就算有些人还是蛮有才华的 每个人都每个人很擅长的东西的 它是一个很多元的选秀 对 而且真的很厉害 然后后来因为就是公司不给力 就所有人基本上全都被埋没了 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你使不上劲 这个听起来很容易 但我觉得那个时候 她的那首歌应该光彩玲的费用 应该也赚了不少 对 非常火 从小学四年级就知道这个名字 所以你看大家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误解 就会觉得说 你可能已经赚了很多钱 然后你的名字也一直在线上 可是其实那七年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道戏口良心 为什么呢 我整个一年 我发现我刚刚说到那年确实 那时候还能算是蛮红的 大言不惭 那时候是啊 选秀节目那时候多夯啊 超级女生和我们当时是 还有李宇春那些是最火的 我当时忙到什么时候 忙到就是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一整年下来 你猜我第一年赚了多少钱 一整年 对 每天都在跑 六十万 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 六十万不过 我们还是一万 不能用你们小孩子的心态去面临 就是一个 就是比如说当时挺红的一个在线上的艺人的 一年一整年没有停过的一直在跑的收入 我整个一年跑得累得跟狗一样 全部的收入加起来二十万 啊 就第一年是这样的 第二年可能稍微相对来说多一点 但是到了第三年就完全不行了 我发现我根本没有赚什么钱 我还在房贷 我才买了一辆很小的十几万的车 就是那样子了 就是过了那个日子 然后那时候已经开始过气了 就是那三年 就你感觉自己从最红到过气 但你心里面还是对音乐有个非常大的梦想 从来没有放弃 我从第一张唱片第二张唱片 第四张唱片是我人生最艰难的 艰难到什么程度 真的没钱 一个发布会 可能只缺了五千块钱发布会 我就跟老板讲 我说老板 你就算帮我一次 你再多给我五千块钱 我自己拼拼凑凑把我的唱片做完了 我自己出了钱 老板就看我 不好意思 你自己搞定了 一码钱都不给我 一百块都不给我 都不给我 都不给我 自己还要掏钱出来做发布会 对 我后来我自己去找赞助 找商场 让我免费的场地 然后那时候发红包都发不起 可能一个媒体过来就给了一百块钱 请了上海的大概十家媒体都没有 就帮我把这张片发完了 那张片没有任何的声音 我就觉得哎呀 不行了 然后就去做生意了 我就那时候一股劲儿就想赚钱 后来你就开始做生意了吗 对 你是一个还蛮有商业头脑的人 因为我一看我想说 薛之谦怎么一开始会做女装 你哪来的idea要做女装啊 你凭什么知道你懂我们女人要穿什么 其实我完全不懂 因为其实对于一个商业的初学者来说 他只有两个选项是最最基本的 相对来说简单一点的 一个服装一个餐饮 让我去做金融鬼知道 这根本不可能不懂就 所以餐饮和那个服装是两个 我算是齐头并肩一起做的 所以你就先想到餐饮跟服装 然后呢 那服装怎么还会是女装啊 我还是很好奇 但是后来我也做男装 在服装界男装要比女装 男做三倍以上 为什么呢 板施的要求也很高 一个打板施 可能这个女装的打板施 一万多块钱就可以了 但男装你要挑一个好的板施出来 那就是人民币大概三万以上了 就是因为男生啊 对那个穿上去以后 就是身材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的 我现在看到你在那个微博上 有时候会发自己拍的 你的那个服装的 男装什么是吧 对对对对 你不觉得我们的宝宝们 其实也是有机有款的 他们也需要你的帮助 看可不可以能当你们的麻豆好不好 可以可以可以 好来来来来 我们来展示一下薛志谦的潮牌衣服 老板好 老板好 那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对不是我是有设计师的男装 哇你是CEO就对了 你的公司有designer 开玩笑对 然后呢 那谁要先穿那件 军军穿一下吧 军军先来吧 军军你是模特的身材 老板也要花钱请模特的 谢谢谢谢 你可以站在舞台的中间 然后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对在这边也要跟大家讲啊 那这件衣服呢 其实平时啊啊 他还是防火的啊 来来来来来 真的假的 神经病啊 我信了 这个应该真的可以防火吧 我觉得 我退伤 你现在知道95后的有多单纯了吧 君君你 你连个pose 都没有摆 你至少要有个亮相什么的啊 哇塞 可爱 哇 谢谢 米娅来试一下 那最后这衣服就是到我手里了吗 BS工作你知道吗 哦 好大 而且米娅你今天的那个耳朵啊 这样子搭配也是非常的可爱 其实我耳朵有小秘密的 它里面有小雷达 就是一接近男生距离越近 他就会发出警报 那这件衣服我可以抱着它吗 这件衣服就送给你了 真的送给我吗 哇塞 哇 哇 哇 我之前做过有做过电商 你应该就自己当模特了吧 对啊 就自己拍买家秀 然后平时的话 当然就是生意还是蛮可观 当然比起薛老师 这是小屋见大屋 你自己当模特 你不是赚买大吗 那时候 没有那个时候卖的东西就不是衣服 想要穿超大的内裤吗 我这有 就其实我还比较想就是代表所有的就是做过微商的宝宝们 然后来问一下 就是说 在这个发家致富的道路上有没有就是很实际的就是一条那种其他名字给大家了 你问的太好了 是微商方面的 对不对 还要告诉你我不懂 我不懂 刚刚开始我们去陈琳的公司的时候我只投了25万 其实已经花完了 就是刚刚开始第一批货做得很糟糕 做得很糟糕 我就觉得那个不对 第一批货的时候我刚出去有一条裙子 女生的裙子嘛 袖口短了三公分 洗了以后 裙边也少了三公分 一共一百件 所以我当时说哎呀 完了 我说这样子我给到客人手上 客人一定不满意的 我就叫我的手下 我说你把他们所有卖出去的电话都给我 我就一个个打 我说你好我是薛子千 别人说你说你是真的假的 我说对我是薛子千 是这样的 你是不是在我这里面买的条裙子 他说对 我说这条裙子我送给你 我过一个星期以后会再寄一条 比这个和网络上承诺你一模一样的裙子 再给你一条 我是这样重新再做慢慢做起来 就口碑很重要 好厉害 好厉害 所以那时候还要自己再掏钱出来 然后从零开始一个全新的 对 工作跟事业 我卖掉一套房子 那时候我是破釜沉舟的 卖掉一套房子 把钱拿出来后先去做了餐饮 餐饮那时候 我是自己三顾茅庐去的成都 找到了大厨 在大厨学后里面挑到了一个大厨 他一开始不肯跟我回来 再飞 再去请 再不回来 再飞再请 他说哎呦 你小子还蛮有诚意的 才跟我回到上海来一起做这生意 对 那个师傅知道你是薛子千吗 不知道 因为他们主师并不了解 可能那时候我过期比较快 你有跟他说你有听过认真的选吗 我当时真的是这么拽的 我说哎 你认识我 你听过认真的选吗 没有 对 没有 做生意跟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其实我认为啊 艺人做生意是一把双刃剑 不能因为觉得哎 我是个艺人 我有天生有很多的宣传的渠道 然后我就哎 东西做的一般 你可能第一天第二天 或者第一个星期 你生意会很好 后面就会死的很惨 靠名气是过不了多久的 所以等于你是服装跟那个火锅店 两个同时在进行 对火锅店稍微早一点 后来就是女装店 因为我发现什么你知道吗 我火锅很辛苦的开完第一家店以后 我发现哎呀赚钱了生意也很好 但是赚的钱好慢 因为餐厅是薄利 你看到人很多 但你看到了一切 什么店啊 就是 人工啊 人工啊 一切的一切全部都是要花出去的 对 连你的员工上个厕所 他冲一下水都是你的费用 对吧 他用的一张卫生纸都是你的费用 对 对开玩笑 对 然后火锅就转得很慢 发现开到第二家店的时候 因为我一家店投了大概有四百万左右 到五百万不到 我现在五家店 基本上投进去有两千万嘛 那两千万进去以后 你会发现回本好慢了 四五年才回本 大哥你会觉得 这生意好像不能维持我去做其他的副业 所以其实说实话到今天为止 我只要音乐一旦起来以后 我整个人的把所有的精力 都是放在我的演艺事业上的 我把重心都放过来 我现在都不太管我的生意了 以前从你很早的专辑我就在听 黄色枫叶我就在听 我觉得你的事业很成功 然后你的感情上出了一些意外 是不是因为这段经历 你写歌的感觉可能反而更有那种 请问你是怎么把这个梗接得这么硬呢 哈哈哈哈 你竟然可以用我的唱片直接接得这么硬 就聊掉我的感情 经历了一次意外吗 我的天 再回过头看你怎么看待这个事 你自己的长青春 对啊 非常厉害 我还是把它接回去吧 对 没有就感情我很随意而安的 因为我在感情方面是一个 非常不懂得去珍惜的人 说实话 我没什么避讳 我觉得 我觉得我那段失败的感情是我自己没珍惜 真的 我的不好 所以 所以浅浅 在经过那段感情 你觉得现在的你是一个 已经准备好另外一段感情的男人了吗 没有 还是没有 我现在忙到连生活都没有 我真的实话说 所以你不忙的时候你有 哈哈哈哈 我是一个非常实在的艺人 你说 你说艺人就一定没有这件事情吗 我觉得不要在那边装忙对吧 很正常的事情 我现在是真的忙到连 我都没有 就 就每天都睡五六个小时 就那样子 我都没有时间去想感情 但是 我觉得我这次能翻红的时候 就也不是翻红 就让大家回到大家视线中 我觉得离婚这件事情 给了我很大帮助 我是要感谢我前妻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在我们分开的时候 很多人都是撕的 很多人在离婚 或者怎么样的话 两个人都会撕得很厉害 从始至终 我的前妻 没有出来说过一个不好 说过一句我的不好 我觉得很感谢她 也是因为那个事件 大家可能也多多少少 又让大家来关注到我这个人 所以不管我后来声明什么 乱七八糟的那些所有东西 我觉得是她先保护了我 明白吗 我觉得应该的 很好 我觉得很难说就是两个人在一起 就代表会一定会一直走到最后 但是我觉得是不是一个好的缘分 是看你怎么分开 其实你这种也传递 我觉得给社会是传递正能量的 就为什么说分手一定要 就是要好像是撕破脸 对 不需要吗 自己的故事自己说就好 而且最好奇的是 她突然看到微博说 薛之谦离婚了 当时我还认为 她不应该是个撩妹高手吗 怎么可能什么时候结的婚 这都根本都不知道 撩妹高手只是我以前的花女 哈哈哈哈 没有鬼啊没有了 还会再重出江湖吗 不要了 没有我觉得我二十几岁的时候 大家都玩过 很坦诚的讲 你也很喜欢跟漂亮的小姑娘一起玩 你不是要玩什么 我就说 大家一起喝酒啊干嘛呢 你怎么出去会跟大家玩 但年纪月上去 你会觉得 就一个经历 一个过程 对 我们现场来演绎一下 我非常想要见识一下 薛之谦的撩妹技术 好久不撩妹了 撩妹的时刻到来了 各位地球的人类们 现在大家都要知道 如何的撩妹 谁先来聊 韩剧的感觉 应该找一些偶像长得帅的 那个军军跟紫游四下都在聊啊 对啊 哪有 不要装了 你们两个 还有视频 说再见 你们两晚上还要自己 还要打电话 说再见 他视频吗 没有了 没有了 是因为以前的小林空的流量 还没用完吗 没有了 到今天吗 就是 因为我们两个是一个公司的嘛 然后就聊天 视频聊天就通话比较方便 然后在家嘛 然后信号又不好 然后只有WiFi的情况下 就他的思想就比较 我怎么了 就 我怎么了 是吧 雅姐 这个我不知道 所以军军也女的 我也男的 好 不是也男的 本来就是男的 不是也男的 不是也男的 你想喝吗 好啊 但我要用另外一种方式 这就是聊妹的技术 哇塞 但是你也可以用你的方式自己聊 那我可以 我可以反串吗 我可以演女的吗 你也想被聊 你也很会聊 对啊 Mia很会聊 Mia很会聊啊 真的假的 私底下聊啊 对啊 怎么叫私底下聊 哈哈哈 怎么话题 自己下聊 谁说的 你也男的了吗 就是我演那个女主角就是那个 对对对对 就是看你怎么聊我了哈 今朝有酒 今朝醉 这是淑女在喝酒 哇好淑女 哇 喝好多 好醉啊 好想吐 嗯 嗯 哈哈哈 哇 不小心吐了一点 不好意思 这墙真的是 哦好花的 哎我非常不好意思啊 吐了你一点 啊好喝的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啊 这个时候差不多了 哎 你来了 你 要喝吗 我会用我的方式 我的方式 哎 别说话啊 啊 吻我 哎 哎 花飘飘飘 飞风 小小 小 天一 一片 苍茫 你真的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墙也是要逆袭的好吗 哈哈哈 你就是这么强台台台大 这这这东西叫墙呢 这很凉后面好吗 墙曾经了 那我也要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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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演 要演 为什么他都不来找我 为什么 哈哈哈 哈哈哈 为什么 为什么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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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疯了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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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鬼啊 你们觉得有看到薛志谦的聊美的功夫吗 我觉得就是幽默吧 内心其实是一个羞涩的女孩 对 哈哈哈 内心是一个这样的家伙是吧 对 广告时间 谢谢 谢谢 谁 底自己 ster 人家 明 busted 不好意思是他让我不要离你太近 本节目是由不普通的吉利帝豪GS拥有不普通的外形还有不普通的智能娱乐赞助播出 但是各位各位九五后同学们今天是不是跟那个薛志谦有很多的学习 而且我发觉他是一个经营型的人 就是他一旦做一件事他会一直经营一直经营 他最近变成那个段子王 你现在生活中是不是其实也挺辛苦的走到哪都要想段子 我觉得人一定活得要有动静就是不能够默默无闻 对 就是我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基本上一到两个通告 换完装做完以后我就要写一个段子 那写个段子基本上一两个小时 写完以后晚上做音乐 做完音乐自己可能再写写剧本什么的 就基本上一天过去了 就每天都是这样的每天 那接下来我要放大招咯 其实说到段子王 你也知道现在就是有一些那种没什么素质的网友 就是说睡上段子一点都不好笑 就你自己觉得好笑吗 我觉得好好笑 真的吗 我自己在家里看好多遍呢 因为我有时候会看就看了一半就好像小说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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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不会啊 幻想哎你有多久没有坐下来好好写一段字 我还蛮常写的哦你也写段子 对我还蛮常写的因为你是在做创作 对对对对对哦 他就是每次他就是没素质的网友 我就是属于说没素质的网友 对写字骂人嘛 常微博因为撕就是 我是觉得很好笑 因为还有时候什么照片啊 他会设计 比如说遇到一个朋友他躲在哪儿 然后吓谁什么的 因为千千哥的段子梗都埋很长哎 对对就是故事的那种起伏都很长 对嗯 因为有广告商有要求 对对对对对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间有一天 其实我是误打误撞的 我其实写了五年多了 以前就是自己好玩 各种文章看到什么不爽的事情随便聊两句之类的 可是后来突然间有一天 我不记得是哪个品牌上的也就不提了 他就过来找我说哎你能不能帮我发个广告 我就衔接到段子上 我说哎我反正都发了 我就写一个段子给他衔接过去 后来慢慢就变成我的风格了 就很多人很多人来找我打广告 他有一阵子变成我的主要收入了都变成 有一阵子有一星期我要发五条广告 就大家得排队也蛮好玩的我觉得对对对 有学到一个致富之道 但是憋段子憋到后面也很辛苦 对 就是哇你没有灵感的时候 他们要叫你硬斜的时候 那真的是要挠破头皮 那怎么找灵感啊 就是生活中一些很小的事情 就是其实我觉得每个人生活中都有 我打个比方啊 前两天我遇到一个事情就是 空姐聊天了聊了十分多钟哦 开玩笑真的是 比我年轻的时候还要拼 本节目是由不普通的GDP豪GSGSGS 不普通的外外系列 不普通的智能娱乐娱乐赞助 买了 比你年轻的时候还会聊是不是 对还会聊了真的 所以你现在是段子王 然后跟那个大张伟 你正在心里把他当成一个前辈吗 还是就是觉得也是一个好笑的朋友 好笑的朋友 好笑的朋友 是一个很快很快的人 我自探不如的 真的他的反应好快 你的反应也很快啊 没有没有他比我还要快 说实话对对对 文字方面可能我赢一点对对 但是他的现场的反应他比我快对 所以你们有种英雄习英雄 对我跟他两个人在一起太闹了 有的时候对哎呦 真是话讲不完 诈场的那种 对有点闹 所以才导致每天晚上要say晚安 你为什么一直要把他跟大张伟的情谊 你为什么一直要把他跟大张伟的情谊 就在我脑海里一直就挥之不去 就挥之不去 随晚安随晚安 天呐大张伟学志谦大张伟 因为一提到他就有想到说大张伟老师 然后想到大张伟老师就想到圣志谦老师 所以你是觉得他们两个很登对是不是 对啊就我觉得 很当又不对的那种 男生跟男生的之间的这种友谊啊 也还是很重要吧 就是有的时候我发觉男生是把那种兄弟情谊可能放在 另外一半那种爱情的前面 有的时候会 有的时候会 那你这个可能遇到真爱之后就会大逆转 也有可能吧 我想 我最近在寻觅寻觅吧 但是也不急了 对 我的想法是35岁前会有个孩子就可以了 还有两年嘛 结婚的时候还 那很快好不好 差不多啦 35岁再晚就不行 你再晚 你35岁要 你是说35岁结婚还是35岁当爸爸 当爸爸吧 那就看我努不努力了 那你两年 那两年里头你要找到一个对的人 然后要跟他把婚事给办了 对 然后孩子也要生 对啊 那时间很紧凑耶 还有一两年嘛 够了 两年寻寻觅觅够了嘛 因为再年纪大一点 我怕我跟小孩有带勾以后 我现在跟他们都有些带勾了 什么那个雷达尔啊 他跟我说那话我都有点听不懂了 你们有没有发觉 我觉得聊到现在 薛之谦他其实是一个 真的是能屈能伸的人 不是 可是因为你给人的那个可能 开始的感觉 会觉得你是在 玩 然后可能不会那么认真 一直到你真的干出点事了 然后大家才会说 哇靠 你是来真的 都是被逼的人 因为你只有一次机会 失败就失败了 这一次机会对你很重要 你就要拼了 对 所以你在闯的时候 你几乎是不给自己 留退路的那种 我就心里面想 我在干任何一件事情时间 想清楚 要干就干出个人样来 要么就别干了 面对这一些成功 你现在是怎么看的 我说实话 我没想过我可以再翻红 我只是依依顾情地在做音乐 我当时在前几年发片的时候 我看到其他的歌手 跟我同时发片 我很羡慕他 那边还有好多的工作人员 他可以去好多地方去打榜 他可以买广告 一套广告多少钱 二十几万我都没有 我赚来这些钱以后 我的服装起来以后 我就拿着钱 就跑到这种music area 我说我想买广告 我给我的歌买广告 我就很开心 我从来不计较 你好可爱 你全部都自己来 对 全部自己来 因为你没有听过艺人 自己跑到那个电台说 我要买广告 别人是公司去买 我就拿着钱 我就来买广告 他说你去的现在 对 我买广告 我就这样都搞 然后搞了一张唱片 叫做丑八怪那张 那时候大家觉得还一般 就是觉得还好 但是我也没想过 这张唱片会红 我也没想过 就很好听 真的很好听 那张唱片可能算是 大家听完以后觉得还行 就不会说那种很红 那我就想 反正也钱都进去 那就接着做吧 接着再往下做了以后 后面那张才是演员 所以我就觉得 其实 红不红这个事情 你不要去太计较 你每一次把自己 每一件事情做得好 你觉得 这个事情我做完 我有面 我觉得不丢脸了 你就放在那 有一天 当你有一件事件 真的让大家认可的时候 前面的事情 会一串都带连到 所以我觉得 这是我现在的心态 就是如果这件事情 真的是真诚的 如果我今天是 我想做一个歌手 我事情为了 我想红 我想赚钱 我觉得做歌手 一定会赚很多钱 你抱着这么多杂念 去做这个事情 你反而做不好 因为我觉得这种红 我曾经红过了 这种红永远都只有四个字 曼花一现 就拿本事出来就好 但是我觉得有点很难得 是他从来没有忘记 也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梦想 你知道吗 我做音乐 跟所有人不太一样 就是 比如说你是我的制作人 好 你帮我做这个 你开架 你只要敢开 我不还价 因为我觉得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是很真诚的 你自己想清楚 你要骗我 你哪怕开二十万 我都不还价 一首歌做二十万我都不还价 但你想清楚 你要赚我一次钱 还是我们长期合作 这件事情你想 因为我觉得好 你敢开二十万 你一定给我看到二十万的货 你让我看不到二十万的货 你给我看到六万钱的货 那不好意思 下次你有没有下次的 就是方式你挑 我觉得这样更轻松更自在 因为很多人 就省得可能跟我解释 哎呀这个为什么要这么弄 为什么 你说为什么鬼不要解释 给我听成品 我一直觉得娱乐圈 对男人来说 是比较残酷一点的 经过那种大起 然后大落 然后又靠自己这样子 拼出来 整个帅气起来了 也 九五号为什么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 但是你为了你自己的梦想 坚持了多少 付出了多少 今天呢 从薛姬先生上呢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他坚持梦想 而且他完成了梦想 这样的态度呢 就跟我们今天的赞助商 吉利帝豪GS一样 是一个有形有态度的赞助商 谢谢吉利帝豪GS 我要问千千 作为艺人 你的付出底线是什么 比如说找你拍戏 真的是有那种 我不能接受全裸的 不可以 对 上半生OK的 骨钩呢 骨钩可能OK 对 骨钩再下去点就不行了 音乐上面应该没有 音乐上面就是有坚持 你很多的打击 你会怎么选择 因为现在年轻人 他们是九五后嘛 正在面临的 到底是追求梦想 还是接受现实 为了现实而生存去 你在说的是你自己吧 对 也是差不多了 我觉得梦想 一定要在现实的后面 就是赚钱的后面 那个会很踏实 不要去靠别人 我就跟人膝盖骨硬 我不管哪一天落魄也好 或者是怎么样也好 我从来不跪下来求人 就是我 我觉得我自己能扛过去 我自己一定扛过去 我就是扛了十年扛过来 就是不求人 这个观点很赞 那你老师想说 你希望世界和平 你从什么时候 有这样的想法 我也不知道莫名其妙 就是我一个slogan 随便说的 我觉得莫名其妙 你就随便说的 什么东西无聊 我就写什么 我的心愿是世界和平 因为那个很大 关我屁事 所以你不希望世界和平吗 我是无聊的时候 默默弄出来的 那在你的和平世界里面 有什么 和平世界里面 就觉得家人身体健康 对吧 大家开开心心的 所以你的这个理念 应该跟我们 吉列地条GS 产品的理念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这边 也有一个ACC 预碰撞系统 这样不仅能 避免与人的摩擦 而且还可以 让交通变得更好 北京就再也不堵车了 今天最后呢 要让薛志倩给我们清唱 我想摸你的头发 只是简单的试探啊 我想给你个拥抱 像以前一样可以吗 你推半步的动作 认真的吗 小小的动作伤害还那么大 我只能扮演个绅士 才能和你说说话 好 谢谢 好耶 我以为我们今天整个节目 都会非常的逗比 但是呢 发觉除了逗比之外 还非常的有内容 那就是虽然说 他希望当一个邪星了 但是走的是邪星路线 但是每当唱歌的时候 真的那个感觉还是 转换好快哦 真正的歌手 而且一个有故事的人 当他在唱歌的时候 你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好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宝宝们巴 去这些团团围住好不好 把它抱起来 快 快 对对对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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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给你的重宝 像朋友一样可以吗 我忍不住从背后抱了一笑 尺度掌握再不能说想你啊 你就当刚认识的生事 闹了个笑话吧 你能给我指掌手 千里等暴露那天啊 我会像以前一样看着万光的车子啊 有请不吝点赞 有请不吝点赞 感谢的 咱们好